大家好 我是白冰 香港現在香港 最近是香港 今天反送中週年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喜歡青人 想去街頭 怎麼看狂政公到現在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時間 大家看到國際間很多的動作 無論是美國 無論是英國 英國來的BNO有機會平權 另外它也游說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一個五眼聯盟的這五個國家 都共同去分擔一些 可能給香港人的居留權 或者國籍等等 所以我看到其實就是 國際間已經有一個很大的 對著中共的攻擊 而且因為現在德國就不太聽話 所以美國接下來都會制裁一下歐洲 又會在德國設兵等等 這些是用硬用軟的方法 令到歐盟的大陸 德國 都投靠回美國那邊 而去造成全球都圍繞中共的一個攻勢 所以在兩個巨人之間打交 我們作為平民就沒有什麼好做的 真的要去加入戰團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如果預期是上街的話 我會覺得這段時間裝備好自己 所以裝備好自己是無論是物理上也好 精神上 或者自己的知識方面等等 香港人那樣去增強 去到你見到中共是真是奄奄一息的時候 或者港共政權奄奄一息的時候 我們才出來 不是大家還是很精神的時候 我們出來打就輸眼了 但是等對面已經被美國打到 就是躺下了 我們才出來所謂就是撿死雞 這樣就會化算一些 我想對於香港人來說 雖然國際上正在做的 但是香港人和年輕人都不甘心 特別是一週年的日子 6月2日 今天是6月9日 6月9日 6月1日 7月1日 大家都顯示香港人的意志 都想表達這個意志 和精神的 怎麼看呢 他們一定可以出來的 是否一定要出來這個方式 來表達所謂的民意 因為我們沒有理由 每個月都出來 或者每年都出來 就是為了我們 比起去年是更加團結的 其實這個是 只是形式上 但是對於這個現實 是不會有影響的 就是我們知道 當初6月1日 有200萬人出來 但是其實這個數字 只會有多無少 尤其是可能現在立了國安法 在武漢肺炎之後 其實基本上 就不會再少下去的 這個數字 只會有更加多的所謂藍絲 因為國安法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 會影響到他們的賺食 而他們會投靠到我們的陣營 所以我們不需要經常都說 一定要公投 每一次都說 一定要出來去曬馬 因為曬馬都曬夠 去年曬過 然後這個驅選 又投票 又很高投票率 大家全世界都看到 不需要每一次都出來 只能做一個所謂的意識上的表達 反而我們要準備好就是我們自己 無論是你將來出不出來撿雞也好 或者我當今天真的從天而降 美國幫你手 把中共打倒了 香港真的有普選 甚至會獨立 真的香港變了國家 那你選你的議員 你選誰做特首 或者選誰做總統 你有沒有能力去選擇呢 你有沒有能力去分別呢 如果你都是分別不了 或者你都是選你現在那些 現在這一班的議員的話 那獨不獨立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這樣 你怎麼看中共現在 是否到了英國職的時候 好像很多劇集說 是國安法 搞到香港人這麼激光 國安法呢 自從照了林鄭整班人上去之後 你感覺到她想退退 可能想轉本地立法 再加上李柱銘是這麼說的 李柱銘說 其實都可以立23條在香港本地立法 你就不要立國安法 這個是我已經不明白 為什麼會講這些話 他會覺得 我們香港立23條 你就不要立國安法 跟你有立國安法是沒有分別的 他這件事 他好像互磨了局際 但其實他在幫共產黨 我不知道他的原意是怎樣 但他客觀的這個舉動是幫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問題 中共是否閹一息 很明顯是 因為李柱銘自己爆了中國的失業率 至少20至25% 然後月入1千以下的有6億人 有很多都是賺兩三千元一個月的都是有幾億人 所以這個問題是反映到中共是極端貧窮的 再加上現在的人的生產線撤離中國 本身的疫情關係 他們訂單又少了 那就會更加窮 令到中共 所以等等這些事情發生 再加上近來美國的那個暴動 有些就是有講普通話的人在現場 但有些也是 這個是未完全證實的 但有些就說 他是中國大小公給錢的 再加上他們本身的組織是一個夾左的組織 他們又會燒教堂 這個世界不是很多人會燒教堂 除了共產黨之外 因為他們好像當年要破四九 要將以前的東西推倒 這個是很共產黨 是列寧式的共產黨才會這樣去做 所以你看到無論是美國不同的州份 再加上世界各地都有 可能有少量暴亂或者很多的遊行 但都看到這個是共產黨最後的一步 因為你看到他測試了全世界 而他用這個方式去搞亂你的國家 讓你沒有空來打我 其實只不過是武漢肺炎的變種 他第一次就放病毒 病毒沒有用了 可能幸運他的病毒 真的不是說超級大殺傷力 就是叫做幸運 他到最後就是用他沈透了在不同地方的人 去產生這些時段 當然美國警暴的問題是有的 對川普不滿的人都有很多 但是當中中共有沒有趁機去做一些事情 很明顯大家都看到有的 還有一些他們的組織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想 這個都很進地一步 因為只要當中有任何一兩個人 他的行蹤或者他的動機 或者他收的錢真的來自中共的話 西方國家就完全不會留任何情編 因為你已經是在我的國家裡搞革命 搞叛亂的 你已經是 這個是一個極度嚴重的一個行為 其實英國這次的疫情 很多國家都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會不會是真的很多國家都這樣清醒 引清中共的本質呢 清醒就很多都清醒的了 法國都清醒了 是的 德國的人民都清醒了 純粹是默克爾是有些問題 是的 但是他要面對他的選民 他最終都會跪低 是的 但是因為他實在太多經濟 和中國和俄羅斯有關 是的 所以他會是 和他的經濟體比較大 所以他要真的轉身投靠美國 他是要一些時間 和他的阻力會比較大 所以就 美國都會加速做這件事的 但是美國這次的暴動 好像也有暴動 好像都幾大件事 但是那些人會不會很清醒 清楚這件事的本質呢 這個呢就是 我們要很熟悉美國 或者我們真的有些美國的當地的朋友 可以多問一些就會了解到 比如好像 外國人看我們香港 有暴亂 然後撤回了《逃犯修正條例》 為什麼你們還繼續上街 因為原來是 在香港積存了很久的問題 只不過是因為《逃犯修正條例》 所以一次要引爆了 美國也可以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問題就是 很多的民主黨州份 主要是美國民主黨的州份 主要是暴動的州份 那已經有些當地的人 就說你們不要再暴亂了 不要再暴動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再暴亂 特朗普就會贏了 那中間的關係在哪裡呢 就是很多時候 即使可能一年前都好 個個上街都是叫林鄭下台 不是很多個真正是 覺得習近平有問題 或者共產黨有問題 是可能經過半年 九個月發覺 林鄭是扯線公仔 最邪惡的都是共產黨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就好像美國那樣 他們第一時間都會覺得 是州長的問題 因為他們 United States 其實他們每個州份 都獨立得很教官 跟一個獨立的地方 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會第一時間 那州長處理得不好 而未必第一時間會怪特朗普 這個是他們當地人的不同的想法 所以未必會很影響特朗普 或者看看特朗普處理得如何 當然他當中是有失言的 他又說別人是 都是說別人是暴徒 都是說要強力鎮壓 但是到最終 那些警察又會和示威者一起 跪下 甚至之後在那裡跳舞 那些美國的民兵 就是軍人 都是跪下的 都是沒有做一些的鎮壓 那這些就是 特朗普可能在推特的口風很強硬 但是他實際執行起來 或者他的團隊裡面 也會有一些比較溫和的方法 去中和這件事情 其實很早之前已經奇苦難下 對於習近平來說 因為我們要從習近平的角度出發 就是其實個個都知道 你好好的給香港人自由些 香港人又不會做些甚麼 你不搞這個逃犯修行條例 香港人都會幫忙起茶 都會回深圳玩的 你很快就已經可以同化香港人 或者你的監控燈署裝了 到時甚麼都不用怕 但是為甚麼他會在這些時間去做這些事呢 當中裡面一定是有涉及這個派對鬥爭的 另外有很多事情就是 一件事做錯了 他退的話其實可以圓了 但是因為他又要保持他的強人政治 他又要服眾 他又要在國內裡面保持到他的權力 變相他越做越硬 變相就好像一個惡性循環 那些事情只是不斷升級上去 就好像你去賭錢 你不斷地翻倍去投入賭本 這樣令到他越買越大 越輸越多 有些甚麼建議對習近平 對習近平有甚麼建議 你問現在解脫的 現在解脫這個困局 有些甚麼方式去做呢 都沒有的 因為他已經 回不了你了 回不了頭 即是他今天國安法回頭 說我給你本地立法 那你本地立法你23條都過的 但是你美國都是不會給你立23條的 講明了 人權民主法裡面講明了 任何類似逃犯修正條例 還有23條的這些法例都不能過的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有8萬5千名僑民在這裏 你這樣可以以言入罪的話 那我8萬5千名僑民 那我不用玩了 那我用不到 即是我不可以在香港那裡賺錢 那我不可以在香港那裡賺錢 那我不可以在香港那裡賺錢 這個是沒有人避免得到的 那所以他不會讓中共有這些 以言入罪的一些國家安全的法例在香港那裡實行 那再加上就是 這個都可以講一下 我之前在自己直播講過的 有一個比較瘋狂的推論來的 就是譬如現在BNO 就是說如果真的平權的話 就可以有差不多300萬人平權的 其實是英國都 首先英國不會擠得下這麼多人 他即使分散了五個國家 每個國家要擠60萬人都擠不了的 再加上就是 香港的物價指數這麼高 香港人也是在香港賺的錢都不少 他去到其他國家不會賺到這麼多 他做不回自己的行業 你問我我會不會移民 我當然不會移民 因為我去英國 我找不到香港現在這個收入的 那也很多事情都不習慣 那所以呢 這300萬個BNO平權 有兩樣東西主要是做的 第一就是網上都有朋友有分析過 但我忘了名字 不好意思 倒用了他的點 就是他贏了香港人的民心 一次過贏了 贏了藍絲 因為藍絲都知道 即使中共今天氣壓 我原來英美國家都是會接納我的 這個第一點就是贏了民心 第二就是 如果香港突然間有300萬個英國 或者英美國國籍的人的話 突然間就是反殖民 這樣 香港有一半人 甚至超過一半人 突然間變成了美國籍 英國籍 澳洲籍 紐西蘭籍 變成中共的人就不可以移民香港人了 因為你移民我的人 即是你打我英國人 即是你拘捕我美國人 變成一個很好的反制的手段 然後就說我全部英美國國家都有民主 那我香港有300萬的居民 我都要他們有民主 你想想現在美國有8萬5個人 在香港都已經這麼多話說 已經這麼兇 如果突然間變成300萬的話 那這個話事權就大很多 所以為什麼中共這麼反對 英國這個BNO平權 中國一直都是說想香港 大家都知道 他最想香港人死了 但是制度留在那裏 然後我就找我的大陸人 都下來了香港 那就最好了 但是為什麼 到香港人真的可以BNO平權 每個都移民走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反應 就是因為他不是怕你拿錢走 他都不是怕你走 他就是怕你有一半人 突然間變成英國人 和不是美國人 2005年記者